生了三个小孩 把他们养大以后 我还救了一个人 你会觉得我很棒 台上分享救人一命的感想 企业在吉祥月邀请慈祭志工 解说造血干细胞捐赠活动 有员工特别有感触 接受化疗的时候 因为他需要很多的血小板 跟白血球 红血球的一些捐赠 所以当时有非常多 不知名的爱情人士 有捐赠帮助到他 我也在想你可以做这些事 其实很多人都很有爱心 只是借由慈祭这个活动 把他的爱心串联起来 救人一命之外 也要救地球 淋就压得下去 给灌的印的淋 桃园灰山一家企业 响应环保 利用下班前一小时 邀请慈祭志工解说资源回修 同时也鼓励大家发挥爱心 那我想说我们既然有这个福气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些福气 来那个布施给一点点需要的人 行善要及时 祈求天下无灾难 从活动中感受吉祥乐的意义 大海新闻真善美志工综合报导 中文笔